欢迎来到购卖娱乐资格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更新微博 发布美图 毛茸茸的冬天注意保暖 迪丽热巴作为90后女顶流 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 发布微博也是第一时间登上热搜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 2013年因出演阿纳尔罕进入演艺圈 后签约杨幂的家行公司 受到公司的力捧 2018年还曾获得29届金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并担任金英女神 尽管存在很大的争议 还被许多人称为水后 连带金英奖的权威也受到大众的质疑 但是迪丽热巴的美貌可是实打实的 尤其是近年来的红毯表现十分出色 一度成为红毯的定海神针 迪丽热巴发布微博毛茸茸的冬天 注意保暖微博发布不到一天点赞 转发评论都已经过百万 不愧是女顶流 一个在各大榜单中从一众男明星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人 迪丽热巴微博 微博图片 迪丽燃巴作为女顶流 但是一直没有可以拿得出的作品 这也一直受到大家的诟病 迄今为止 大家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克拉恋人高文和三生三世里面的凤九 之前有迪丽热巴挑大梁的长歌行并没有让她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反而让作为女二的赵露丝抢进了风头 也是让两家的粉丝撕得比较厉害 后续迪丽热巴还有和任加伦主演的郁娇继 以及与龚俊一同出演的《安乐传》 是否会改变大家对迪丽热巴演技的看法 或者还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呢 粉丝和观众都对此表示很大的期待 那迪丽热巴到底会发挥如何 我们还是在电视剧播出之后再做评价吧 请写评论告诉我们您欣赏哪些演员和歌手 您目前期待或期待哪些电影 甚至是外国电影 我们将为您带来有趣的热点资讯和精美图片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感谢您观看视频 观看